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伙伴果子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牵照网络的普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多数人也有了多媒体文件共享的需求 我准备出一套系列视频介绍如何实现多媒体共享 以及远程访问,网络安全的,以及如何设计家庭办公网络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同时使用Windows系统,MacOS系统和Linux系统 你在他们三者之间传文件的时候 一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用U盘吗? U盘现在速度慢,而且也比较麻烦 最重要的问题是U盘的格式不统一 Windows当中主要是用NTFS格式 MacOS系统中主要采用HFS格式 而Linux系统当中所采用EXT4或者是XFS格式 这些格式在其他系统中使用具有层层困难 Windows的NTFS格式在Mac中只有读取权限 默认没有写入权限 在Linux系统中需要安装其他的插件 而MacOS系统的HFS格式在Windows系统当中也需要安装额外的插件 在Linux系统中根本无法使用 Linux的XFS格式在Windows和Mac中均无法识别 而三种系统都能识别的FAT32格式 单个文件最大只支持4G 那些压缩包怎么办呢 那些高清电影怎么办呢 我下载了一个电影 想在手机里观看 按照以往的方法 我们可能先要用数据线先把手机连接在电脑 然后再打开某某助手 那有没有办法能直接在手机里观看电影呢 假如我的公司把Bilibili网站给封了 我没有办法观看Bilibili了 我有没有办法突破限制呢 如果我在办公室想下载一个电影 但是公司把PRP下载给封了 我能不能通过家里的网络远程下载 然后在办公室直接访问家里已经下载好的电影资源呢 日常生活中 网络环境受到诸多的限制 作为一个重度Lunix和Mac的用户 我的初始办公环境也深受其害 能完整使用客户端认证网络的竟然只有Windows系统 甚至最开始电脑上网还需要连接手机流量 这些都迫使我学习网络知识 现在几乎家里都有了高速宽带 然而大家大多也只是浏览浏览网页下载一些东西 了解其他功能的却特别少 如果离开了家 家里的网络跟自己几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大家可能也有很多淘汰下来的硬件 一些闲置下来的笔记本 电脑等等 利用这些都能够很方便地实现上面这些功能 能够使生活变得更方便 这一套系列视频 目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如何更好的利用网络 网上关于NAS的资料很多 也有一些App主科普如何搭建NAS服务器 硬件测评 包括群辉 软路由OpenWrt OpenMediaWelt等等 而我这一套视频的重心放在原理上面 让不了解网络的人了解日常使用最多的网络 充分利用好网络的功能 关于服务端使用的Lunix发行版 我推荐的是CenterOS 8或者CenterOS 7 尽量以最新的CenterOS 8为主 因为CenterOS系统既可以很方便地搭建服务 也可以作为工作的主力系统 在服务器方面 学会CenterOS系统后 你可以很方便地在腾讯云或者阿里云等云服务商搭建云服务器 在工作科研上 一些专业软件如Ansys,Arbqs,Metalab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安装 而且运行相当稳定 客户端方面 虽然我几乎不用Windows系统了 不过考虑到广大用户都是使用Windows系统的 我也会附带上Win10的操作方法 客户端暂定为MacOS系统 Linux系统 Win10系统 iPhone、iPad等移动设备 因为我没有安卓设备 我就不掩饰安卓的使用了 不过能在iPhone上运行的 在更开放的安卓设备上 一般也都有对应的功能 虽然初中是出于兴趣爱好 才打算做这一系列视频 不知道做出来后效果会如何 说实话 这系列视频或许对小白来说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难 不过 当你真正掌握了这些后 有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 当你完成视频上的操作 最终肯定是能够实现这些功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